好了,WatchOS 8.3 Beta 1登場 跳過了WatchOS 8.2 這篇文章相對舊少少 2021年10月28日 關於蘋果手錶系統 蘋果手錶即是Apple Watch 它是用WatchOS的 當時有8.3 但8.2在哪呢? 好了,這要講 今天即是2021年10月28日 Apple除了發佈iOS 15.2 和iPadOS 15.2 Beta 1 之外 都同時發佈WatchOS 8.3 Beta 1 好了,值得留意的是 現在WatchOS最新的正式版是WatchOS 8.1 但有別於iOS,iPadOS和TVOS WatchOS跳過了8.2直接去8.3 那些人都奇怪的 Apple Watch就是這個樣子 都幾千萬隻的,都幾是東西的 便宜的也可能一百...一千的 從WatchOS 8.3更新數目中 未見有重大功能上改變之 集中App Store跟StoreKit Test相關的更新法 不過相信改進不止如此 要等待正式版推出時 先行確定 2021年12月13日 應該正式版 軟件更新 WatchOS 8.3 Developer Per Beta 好了 我們就問了 那WatchOS 8.4 要在哪 截至到現在為止 都是沒有發佈過的 告訴你 我們就看看WatchOS 8 接著呢 我們可以看看遺跡啦 我們就看看遺跡 WatchOS 8.4 要在哪 之後再看看 它的版本 Version History 那當然 當然要撥到好下 我們現在看WatchOS 8.0 Preinstall在Apple Watch Series 7 GPS Guard Secure Only 2021年9月20號8.0 2021年10月11號8.0.1 2021年10月25號8.1 2021年11月18號8.1 Apple Watch 7代 Only 咦 NIO就來了 突然間變了8.3 竟然沒有8.2 2021年10月13號 大部份iOS都是15.2 當時 他們又沒有跳去15.3 直接 是蘋果手錶搞笑 無端又跳了一個版本 變了8.3 就沒有了8.2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蘋果都沒有透露 清真實的事實 我們都不可以回答你 因為蘋果是不會透露的 這些都 семь 他們只會收縮埋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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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坎 反而它们又没有8.3.1 没有好像iOS 15.2.1 但iPhone、iPad和iPhone都好像 好像iPhone、iPad有15.2.1 接着8.4它就跳了8.3.1 都跳了8.2 8.4是2年1月26 8.4.1 8.4.2 这条又不同了 这条又不同了 为什么会多了 8.4就是跟iOS 15.3 但我们有iOS 15.3.1 但没有iOS 15.3.2 反而手表多了8.4.1 8.4.2 搞笑 8.4.1就跟15.3 反而没有15.3.2 反而苹果手表有8.4.2 8.4.1 22年2月1 8.4.2 22年2月10 8.5 22年3月14 8.5.1 22年3月31 一样 这些没有特别好说 8.6 22年5月16 8.7 22年7月20 都不好 15.5 15.6 没有15.5.1 这个真的没有 可以回答给你听 因为真的没有 这个本身是没有 只有TV 还有 好像HomePod 才有 他都跳了 他都有8.7.1 跟15.6.1 22年8月17 8月17 只有第三代 Siri Only 第三代 第三代 最后一个版本 同时也是 那 他也没有8.8 没有像 iOS 5.7 再提供 最终有些不同 始终 好了 今天是这样 拜拜 拜拜